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方西方都有那也有一些研究机构 还有更多的就是去修这个灵修 修禅修啊瑜伽啊这样子的很多的 那他们的源头啊是是是印度教 那现在呢慢慢慢慢的发展了以后呢 很多人有把这个有把印度教里面呢就拿洗手一部分 然后佛教里面洗手一部分 然后心理学里面又洗手了一部分啊 最后就是他有就是一个 有有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有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牌啊 什么一个西啊啊这样子有 也有一些新兴的这个灵修啊 呃那我想于未来就是因为人的这个需求 可能这一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啊 越来越多很多很多以后就会单身 很多这方面的啊 那他的有些呃也有一些可以用的 比如说他的一些呃 呃扬声啊方面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简单的这些禅修 呃是是游泳的啊 呃对治一些这个呃 精神上的疾病 还有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压力打的时候啊呃 也可以用得上的也可以用得上的 应该是可以的呃 然后他们也有功修呃 呃然后他们也会将一些呃 一些轮回呃 呃但是呢轮回呢呃 呃实际上印度教里面也有 但是没有像佛教这样子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轮回 呃所以这些现在是分不清楚的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混在一起 然后就诞生了一个新的什么灵修啊 什么什么都很多的灵修啊 越来越加呀这些越来越多 最后我们大家都分不清楚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源头就是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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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